正常情况下,土豆雷是攻击不到气球僵尸的 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抬高土豆雷,能否攻击到气球僵尸呢? 种在花盆上的土豆雷,抬高了一点点,结果好像还是攻击不到气球僵尸 那么再次利用花盆,咱们看看究竟多高的土豆雷能攻击到气球僵尸 一个花盆肯定不行,两个花盆也攻击不到 我去,三个花盆上的土豆炸掉了气球僵尸